今天ET个股推介是小米集团1810 经济日报投资液华组选原因是港股昨天大升 不过成交未配合 暂时试着短期反弹 A股及北水今日假期復市 关注A股復市表现 在波动市之下博反弹 可以关注小米 小米海外市场市占率持续提升 有市场调研机构说 小米在第三季中欧及东欧5G的智能手机 总出货量市占大约4成2 比去年同期的4.3%的幅度大幅增长 超越苹果及三星 成为地区5G手机出货量第一 走势方面 小米自6月份以来明显调整 如果按昨天的收市价计 估价自6月份的高位调整了三成 期内恒指只是调整1成半 小米明显跌得更深更快 属于技术性的超跌 建议投资者可以在21元 楼下收集博反弹 第一集目标是看26元 跌穿19.5元就减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